我们再来看针对友报道指 美国当局在新冠疫情期间 通过设立虚假账户 在网上发文诋毁 中国疫苗的安全与有效性 中国外交部凡人林剑 17日表示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散布虚假信息 抹黑他国形象的一贯做法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通过操控社交媒体 散布虚假信息 毒害舆论环境 抹黑他国形象 这是其一贯做法 中方坚决反对 简单说就是 美国想要遏制打压异国 就会无视事实真相 协调资源 抹黑你 诋毁你 这不仅贯穿于 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疫苗的 虚假信息行动中 也体现在 抹黑广受欢迎的 一带一路倡议 造谣供需两望的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 等方方面面 这种做法 体现不了美国的强大能力 只能暴露出其霸权和伪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